中共騙不下去了 社會動蕩一速即發 英國網紅用這一招 證明了台灣不是中國的 港鐵變貨車 大媽港鐵搬運洗衣機 網民講好離譜 北京天安門天空沿海史神流 河北狼訪天空有人行走 與中共反面 最近中國一項大型研究調查引起關注 這項調查發現 中國老百姓對貧窮原因的看法 在過去十年裡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這項調查是由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 和北京大學的研究團隊共同完成的 他們對數萬名中國受訪者進行了長期的跟蹤研究 結果顯示十年前大多數人認為貧窮是因為自己的能力不足和不夠努力 但是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將貧窮 歸咎於機會不平等和經濟制度不公平 具體來說在2004年至2014年間受訪者認為能力不足、努力不夠和教育程度低是造成貧窮的主要原因 但是到了2023年 機會不平等成了第一大原因 不公平的經濟結構也上升為第三位 這種變化意味著什麼呢? 有專家認為 這反映了中國民眾對習近平經濟領導力的信心在減弱 整個社會的悲觀情緒正在加劇 一位在香港城市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學者徐全表示 在中國經濟下限的情況下 社會流動的速度已經變得越來越慢 社會資源分配不公 讓年輕人看不到向上流動的機會 失去了信心和希望 而變得越來越悲觀 徐全還指出 中國很多二、三線城市的年輕人 喜歡往一線城市發展 因為大城市的機會多 競爭相對公平 但是問題是 大城市競爭激烈 生活成本高 特別是買房問題 對年輕人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負擔 最近 一些社會事件引發了廣泛的關注 比如有外賣員因為不小心踩到欄杆 而向保安員下跪 還有大學生擺地攤賣玩具被阻攔 這些事件在網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反映出人們對社會不公平的憤怒和不滿 有媒體人士指出 中國民眾對體制不公平的感知 並不是最近才形成的 但是以前 人們普遍存在著民不與官鬥的心態 對不公平有較高的容忍度 不過 現在的情況可能正在發生變化 專家警告 如果這種社會不滿情緒繼續累積 可能會導致更多的社會問題 有人將這種狀況比喻為社會課三 而中共因為體制本身的問題 根本不會去理會市民的苦困和生死 隨著民眾的覺醒 更多更大的社會動盪隨時一速即發 英國網紅路易斯到倫敦的中國簽證申請服務中心 申請前往台灣的簽證 結果被告知沒辦法辦理 路易斯問簽證中心的職員 我可以在這裡申請台灣簽證嗎? 職員回答 不可以 你只能夠申請去中國大陸的簽證 路易斯說 啊?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嗎? 這個問題讓職員一度與失 路易斯再次提出質疑 表示中共總是說台灣是他領土的一部分 為什麼在中國簽證中心 沒辦法辦理台灣簽證呢? 職員苦笑地說道 這個問題非常敏感 走出中國簽證中心之後的路易斯得出了一個結論 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隨後 他在簽證中心的外面 展示了清天白日滿地紅旗拍攝視頻 被兩名非裔的保安阻撓 雙方發生了一些爭執 接著一名華裔的男子走出簽證中心 與兩名保安回到建築裏面 路易斯認為 兩名保安表現很無禮 相信他們是受到了高層的指示 要干擾他拍攝的工作 路易斯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表示 他在中國生活過很多年 後來又在台灣生活過兩年 他發現台灣和中國是兩個極端 路易斯說 台灣是一個熱愛自由的民主天堂 我不能允許中共破壞它 台灣這個活生生的例子 證明中國人不需要受專制獨裁統治 這個使得中共心戶痛絕 我的工作就是要提醒人家 台灣有多了不起 他披露中共壓懼之附席大量英文頻道進行大外宣 就是想讓外國人相信 它是世界上的一股正義力量 但是他認為事實並非如此 這個政府漠視人權 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和網絡自由 這就是為什麼我反對中共 也就是為什麼我會盡力反對他們的大外宣 與此同時 路易斯寄予在英國的香港人 表示英國非常歡迎港人定居 也希望他們勇於分享自己的故事 讓全世界都知道 香港在中共的統治之下 所發生的那些不公不義的事情 網友紛紛在影片下方以中英文留言 反應熱烈 很多台灣網友向路易斯表示感謝 你比很多台灣人更像真正的台灣人 也更有勇氣為台灣發聲 非常感謝 多謝為台灣發出正義之聲 我很感動 還有人說 我預計這個影片會爆紅 小心小粉紅的出征 厲害了 中共是騙子 其他國家卻視而不見 中央社報導 中共外交部多次聲明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中華民國總統賴清德 在就職演說中就強調 堅決反對中國對台強加一中的框架 台灣陸委會的民調顯示 超過7成5的受訪者 不認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8成8支持中華民國台灣的未來 有全體人民共同決定 近日在社交平台Facebook上流傳一張圖片 顯示一名大媽搬運一個疑似洗衣機的東西進入了港鐵 引發了網友的熱議 照片顯示一名大媽肺力地牽著一個比較大的東西 看起來像是牽蓋式的洗衣機 有眼尖的網友認出 照片中的地點是港鐵東鐵線車站的月台 大媽搬運的是國產用的脫水機 有網友說這個是小鴨排脫水機 很輕6公斤 有網友笑稱 像是一個大鍵蓋式的行李箱 很多人說 大媽為什麼不搬運公司呢? 她是不是把港鐵當成貨車呢? 利用港鐵進行螞蟻搬家 很離譜 既然港鐵可以運脫水機 那下次可能就會有人搬運其他家司 也有很多人質疑 大媽為什麼能搬進去呢? 因為按照港鐵的規定 每名乘客只能攜帶一件長寬高的長度 加起來不超過170厘米 而任何一邊的長度都不能超過130厘米的行李 除非乘客持有較大的樂器 或者是體育用品的許可證 才能攜帶相關的物品 這位大媽很離譜 而另一位大媽就更加過分 最近網上熱傳一段影片 顯示在巴士上有一位香音的大媽 打電話的聲音很大 司機忍受不了 叫她說話小聲一點 這位大媽不耐煩地說道 知道了 然後又說 對方聽不到啊 周圍的乘客都指責她不聞名 司機嚴肅地說道 你下車再打電話 你再這麼吵我就停車 大媽只好把電話關掉 這時候車廂裡才安靜下來 後來她下車之後 仍然邊走邊大聲地打電話 似乎在跟別人吵架 引來了路人都向她那邊看 網友紛紛在影片下方留言 認為這位大媽的數字差 有人說大聲打電話 干擾到其他乘客和司機 大家應該互相尊重 有好幾次 我在公共交通上都遇到過這種自私的人 大聲打電話 看影片 或者是兩個人大聲交談 全車的人都要在這裡硬食 非常無功得心 說句實話 我對這種行為真的很討厭 也有人提醒說 不要跟司機吵架 全車人的命都在她手上的 近年來 中國盤繁出現了天空的異象 在四川成都出現了七個太陽之後 有傳出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空出現了海市神流 8月29日 X平台多位網友發視頻說 北京天安門廣場長安街上空出現了海市神流 影片的畫面不是很清楚 疑似一輛車裡的多名男女拍攝的天空畫面 他們驚呼 真的?真的? 嘩!真的有海市神流啊! 對此 有網友說 現在在中國出現什麼都是有可能的 疾患盛世一會兒就不見了 預視著共匪即將滅亡 天象景時 中共要跨台了 近日 還有網傳的影片消息稱 8月26日 河北寒丹網友拍攝到空中有人走走 在雲層中從左到右快速移動 根據影片顯示 一片厚厚的雲層上面 疑似一個人在這裡快速行走 令人驚奇 有網民看過影片之後說 如果是真的 這個人就有好幾十米高了 而且這樣的速度已經和飛機差不多了 根據大陸海客網消息稱 8月18日 四川旺女時 在醫院意外捕捉到一個力人驚嘆的自然現象 空中同時出現了七個太陽 這個奇觀持續了大約一分鐘 最後就神秘消失 旺女時表示 很多人從不同的角度都有行目睹了這個奇景 她感到非常幸運 同一天晚上 遼寧瀋陽市網民拍攝到兩個月亮 場景只維持了十幾分鐘 第二個月亮就消失了 影片顯示 一輪滿月掛在天空 在這輪滿月的下方 還有另一個圓圓的月亮 躲在雲層的後面 比上面的月亮稍微小了一些 近年來 中國大陸出現各種天空異象 成都和瀋陽都出現過七個太陽 兩個月亮 民眾紛紛熱議說 中國要變天了 自媒體節目第三隻眼睛表示 在中國出現的多日並出是改朝換代的徵兆 預視著有兵變、悍災、飢荒等災難的到來 而兩月並出也是一種罕見的天文現象 兩大千古異象在同一天出現 這就是上天的朝時 中共必將遭天顯而滅亡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朝鮮不是一直在禁止韓國的影視作品嗎? 是 但這是朝鮮首次將中國的影視作品 也列入禁止的名單 一位例子 朝鮮銜鏡南道的消息人士透露 在五月底到六月初 公佈的禁止觀看名單中 除了韓國的歌曲和電影 還包括了印度、俄羅斯和中國的幾十部電視劇和電影 讓人意外的就是 這份名單裡面 居然還包括了《兩三百語足英台》和《武林外傳》這些作品 要知道這些中國或者香港拍攝的影視劇 在朝鮮是相當受歡迎的 不僅如此 朝鮮似乎還對中國的歷史產生疑慮 聽說 朝鮮中央最近下達了一份指示文件 要求各級黨組織和司法機關 禁止民眾收聽或傳播涉及中國歷史觀的演講錄音 這份指示聽說是由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親自批准的 那朝鮮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根據消息人士透露 原因可能是朝鮮認為 中國在歪曲朝鮮的歷史 比如 中國聲稱高麗的歷史是中國少數民族的地方政權 還說 朝鮮的服裝和炮菜起源於中國 特別是正在嘗試淡化 前朝鮮領導人金日成的抗日歷史 目前 朝鮮與中國的關係並不融合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給個like和多點留言 並按一下的superfans支持一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再見 兩個月 入圍